我重生了 一睁眼 发现自己正在银行 身边站着我妈和我弟 两人正紧盯着我手里的存折 不停地催促着 你还在磨叽什么 赶紧将钱取出来 一会儿好户型都被抢完了 我猛地回神 看着眼前两张熟悉陌生的面孔 又看了一眼手里的存折 这是我和季祥全部的家当 我一把将存折塞回包里 起身就走 我妈追上来 一把拽住我的胳膊 急声问 你干什么去 我弟拦在我面前 不让我走 钱给我 我二话不说 抬手给他一巴掌 接着伸手拦了辆出租车 扬长而去 上辈子 我做了整整一辈子的伏地膜 将家里能给的东西 都给了弟弟刘东 可后果是什么 和季祥离婚不久 我便得了不治之症 躺在医院没前医治的时候 刘东连面都懒得漏 我的亲妈倒是来了 却是给我带礼品白草窟 即便重生回来 我还依旧记得他当时的表情 他一脸嫌恶 大概是觉得晦气 早死早脱生 生了这种病 可被影响你弟弟的好财运 我在绝望中恍然醒悟 当要滑进我的喉咙 如火般滚烫的灼烧 感想要烧穿我的胸腔的那一刻 我恨意滔天 我想变成厉鬼所命 可上天有好生之德 他让我重生了 回到家 不能算是家 是我们一家四口住房的地方 不到三十平的仪式一厅 住着我们一家四口 这几年既想开出租车 我摆地摊 好不容易攒了二十万 本来可以付个手付买个房子 但因为我付地膜 上辈子全部给了我弟刘东 后来我低住楼房 我们一家人 依旧归缩在这三十平的出租屋里 过了一年又一年 因为没有学区房 我的儿女上的都是城中村的小学 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儿子季阳没考上高中 辍学区工地打工 不幸出了事故断了条腿 包工头赔了十万 却被我转手借给刘东开厂房 女儿季苗成绩好 考上是里最好的功力 我却为了侄女刘娇能有学上 逼着女儿季苗将名额让了出来 后来刘娇考上大学 在大学谈了一个富二代 两人一起出国 回国之后两人就结了婚 刘娇成了金贵的富家太太 我的女儿因为转学到普通高中 被同班女生霸凌 患上抑郁症 被逼退学之后 嫁给一个官夫 又被家暴到浑身是伤 抑郁症再次发作 被送进精神病医院 想到这儿 我狠狠地抽了自己几巴掌 刚抽完巴掌 能想吗 我来不及收拾好自己脸上的表情 就对上迹象嫌恶的眼神 你又想闹什么幺蛾子 我回头看着迹象 有些恍惚 我与他离婚之后 就再也没见过 那年我49 他比我大一岁50 50的男人已经满头白发 原本挺拔的几倍 也因为生活的压力 压得像一张弓 明明你扒得大高个 却瘦削得仿佛一整风都能吹跑 那时候女儿寄苗抑郁症发作 完全控制不住 被送进精神病院 儿子季阳因为断了一条腿 整日沉迷游戏和酒精 夜以继日地麻痹自己 我心里却还惦记着 流动场子里缺了个货车司机 逼着迹象去给他当免费的货车司机 一项习惯隐忍的迹象 终于扛不住 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向我提出离婚 我大闹一场 将家里能搬走的东西都搬走了 卖了一千多块 转手给亲妈买了一条金项链 现在回想一次上辈子造本业 我都怀疑有人躲下降头 不然没法解释 我这些自私自私下做愚蠢的行为 见我正正地看着他 迹象皱了眉头 他抬脚走进来 看了一眼脏乱的客厅 默默地放下手里的水杯 开始收拾起来 我瞬间回神 一把抢过他手里的条肘 然后指着卧室 你先去洗个澡睡一觉 这些我来收拾 他开出租车 为了白天能多打一份工 他开的是夜班 白天找的那份小工 是在家门口的饭店帮厨 中午十点半到下午两点半 一天能多挣八十块钱 现在已经九点多 他勉勉强强能睡上一个小时 我麻烈地收拾着客厅 一抬头见他还站在原地看着我 于是催促 快去啊 还愣着干嘛 吉祥眼神古怪地看了我一眼 转身进了卧室 收拾完客厅 我又进了女儿的卧室 说是卧室 其实就是从客厅阁出来的一个小隔间 很小 只放着下一张小床和一个小树桌 小到连凳子也放不下 竟然我每次写作业 只能坐在床上 但即便如此 女儿也将他的小卧室收拾得很干净 床上放着他换下来的张校服 我正要拿去洗 眼角余光贴到一个日记本 日记本已经很旧 像是被翻了无数次 我犹豫了一下 拿了起来 随手翻到最新一页 今天是我和哥哥的生日 哥哥给我们一人煮碗长寿面 爸爸上夜班还没回来 他最近又瘦了许多 可他白天黑夜挣个钱 全被那个女人拿去给了别人 我和哥哥都想要爸爸离婚 但他却说在等等 我不知道他还要等多久 我默默和上日记本 整个人如行尸走肉一般走了出去 昨天是纪扬和纪扬的生日 他俩是一对龙凤胎 13年前 我满心期盼着他俩的到来 13年之后 我却连他俩的生日都忘了 而更该死的是 昨天也是侄女流娇的生日 我不仅买了蛋糕给他庆生 还亲手做了一大桌子菜 再也忍不住 我冲进厕所 拧开水龙头 借着水流的声音 哭得撕心裂肺 纪祥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给他煮好的面条 纪祥喜欢吃面时 最喜欢我做的酸菜肉丝面 但我已经好像 许多年没给他做过了 所以当纪祥看到 桌子上的那碗酸菜肉丝面时 看我的眼神更古怪了 我不想解释 只催促道 快吃吧 一会儿凉了 他拉开椅子坐下来 却没急着吃面 而是看着我问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刷了一下 眼眶就红了 对你好也不行吗 见我哭了 纪祥有点慌 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觉得你今天不太一样 我瞪眼 你非得让我天天骂你才开心 没那就赶紧吃 吃完好挣钱 眼瞅着纪祥脸上的表情冷下来 我知道他又误会了 但也懒得解释 也根本没法解释太多 说什么呢 说我重生了 说我这辈子 一定会好好和他过日子 说我不再做扶摩地 他信吗 送走了纪祥 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去菜市场 两个孩子中午不回家 在学校吃 但我惦记着昨日孩子的生日 先去买了些菜 又去蛋糕店订了个蛋糕 回家的时候 在小区门口碰到我妈和我弟 我想到两人肯定会来找我 但我没料到会来这么快 也是 眼瞅着到手的二十万 就这样没了 能不及 我妈一见到我 立马上去拉着我的胳膊 静静 你到底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 二十万拿来给你弟买房子吗 我一把正开 他紧紧抓着我的胳膊的手 往后退了一步 可是妈 我们也没房子 不等我把话说完 我妈就生气气来 你们没房子 那是你们没本事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刘东也觉得理所当然 妈说的对 你们没房子 也不能耽误 我买房子 你弟妹还在家等着我拿钱回去呢 你把存折和身份证给我 我自己去取 我看着眼前的刘东 想着上辈子我重病在床 他连看都没来看我一眼 还让我妈带给我一瓶白草枯 心里顿时恨意滔天 我懒得和他们废话 转身要走 却被刘东一把拽住 他使劲一推 我整个人倒在地上 手里的菜撒离地 想去门口来往的人很多 这边一闹 立刻就有人围过来 我眼珠一转 一把捂住脸 大哭出声 妈 你就别逼我了 我一家三口 还住在三十平的出租房里 哪来的钱给弟弟买房啊 你就是逼死我 我也拿出来啊 我一向好面子 从未在外人面前撒过波 所以当刘东和我妈 看到我这样时 像看着陌生人一样 都愣住了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刘东是个要脸面的 一见围了这么多人 拉着我妈就想走 但我妈却是个不要脸的 他理直气壮地指着我 你是姐姐 给弟弟买房天经地义 你不出钱 谁出钱 此话一出 周围人一会声音传来 哎呦 这谁啊 说话也太不要脸了 凭什么姐姐就要给弟弟买房 可不 这妈没本事给儿子买房子 就把主意打到闺女身上 什么东西 我妈一听不愿意了 直接跳到对方面前 一边态骂 一边伸手去推人家 谁知对方也不是什么善茶 一推他就倒了 这下可热闹了 那大姨又哭又闹 恰好他儿子就在附近 纹身赶来 一见妻妈被欺负了 满身纹身的标状大汉 直接堵在刘东和我妈面前 要么给我妈跪下磕头 要么赔钱一万 我妈还想撒脱 但见对方一脸横肉 又怂了 刘东这个气软怕硬的 更是一声不敢吭 怎么着 磕头道歉还是赔钱 吭个声 我一会儿还有事呢 别磨叽 我妈伸手拉一把刘东 刘东无动于衷 他一想好面子 怎么可能会跪下来磕头 他想赔钱 但我妈爱财如命 是不可能是掏钱的 于是两人就僵持上了 我冷眼看着 心里冷笑不止 那大哥耐心耗尽 上前一步 一把揪住刘东的衣领 吼道 你看妈的 倒是吭个声 给钱还是磕头 刘东吓得磕磕巴巴 给给钱 不能给钱 咱家哪里有钱啊 我妈突然跪倒在那位大姨面前 二话不说磕起头来 大姐 我错了 您高抬跪手 就饶了我这次吧 我捡起散落一地的菜 悄悄地退去人群 站在外面 冷冷地注视着 我妈给别人磕头求饶 心里毫无波澜 看了几眼 我冷漠转身离开 我在厨房做饭 听到门响 知道是两个孩子回来了 于是忙迎了出去 先进门是儿子季阳 他手里还拎着菜 见我穿着围裙在厨房忙 整个人愣了一下 但很快就恢复冷漠 走到一旁放书包 女儿季苗也跟着走进来 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静止进了自己的小房间 可我站在厨房门口 已经泪流满面 想着上辈子他俩的人声因我而毁 想着季阳断了一条腿之后的颓废 想着季苗被送进精神病医院时 看向我麻木的眼神 你又在演什么 季阳走到我面前 毫不掩饰对我的闲物 天天哭不累吗 上辈子为了当好伏地魔 我没事就在他们面前上 演一哭二到三上吊 逼得他们三人无计可施 最后妥协 此刻的季阳还以为我又要做妖 眼底的闲物更甚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吗 他一把推开我进了厨房 逼着的小厨房里 季阳看着厨台上已经做好的饭菜 眼底滑过一样 但很快又清醒过来 他怎么会想起给他们做饭 可能又是做好要送去给刘娇的 虽然早已麻木 但季阳还是忍不住会伤心会难过 明明他和苗苗才是他亲生的 我抬眸抹掉眼泪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老天让我重生回来 不只是让我复仇 更多的还是想让我还债 对儿女的亏欠 对季想的亏欠 我深吸一口气 调整好情绪跟着进了厨房 见季阳要做饭 饭我做好了 你去叫妹妹出来吃饭 我关了炉火 将炖好的鸡汤盛了出来 等我盛好汤 见季阳还在看着我 我一瞪眼 看什么看 我认识你妈了 这下轮到季阳傻眼了 我将两盘菜塞进他手里 端出去 季阳被我凶的也不敢再吭声 端着菜就出去了 我端着鸡汤出了厨房 季阳很自觉地将其他菜都端了出来 又去拿碗筷盛饭 季苗却一直没动静 我抬脚走过去 房门虚眼 我伸手一推门 就见他一把捂住日记本 得 肯定是又在写我坏话 我装作不知道 出来吃饭 季苗很快就出来了 他俩坐在我对面 我给两人一人咬了一碗鸡汤 鸡腿一人碗里一根 赶紧吃 吃完写作业去 两人看着碗里的鸡腿 看了我一眼 又默默地对视一眼 却迟迟不动筷子 我默默叹了口气 也不再强求 自己先吃了起来 他俩将我吃了 这才拿起筷子也吃了起来 我 这是怕我下毒 吃完饭 两人很自觉地去洗碗 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生日蛋糕 插上了一根13岁的蜡烛 两人洗完碗出来 看到饭桌上的生日蛋糕 同时愣住了 我依旧是那副胸巴巴的样子 昨天的生日今天补上 你俩没意见吧 季苗没说话 季阳却出了声 他盯着我 一脸警惕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坦荡地对上他探究的视线 我说我洗心隔面重新做人 你俩信吗 不信 两人几乎是一口同声 我 造的什么孽哦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 他们都不会信 索性也不再说什么 起身进了卧室 但特意将卧室门虚掩 然后趴在门缝里 听到外面俩还在偷偷说话 季苗 他今天是抽了什么风 哥 你真信他会洗心隔面 季阳 我信他才有鬼 季苗 那就是在憋大招 咱们千万别信他 季阳 好 那这蛋糕你想吃吗 季苗 嗯 季阳 那咱们就吃 咱不吃 他说不定又拿着送去给刘娇 季苗用手指轻轻地蘸了点奶油 放在嘴边尝了尝 脸上露出难得的开心 哥 奶油真甜 嗯 你多吃点 咱们给爸也留一点 好 客厅里 俩孩子开心地吃着蛋糕 卧室里 我心如刀割 想那上辈子 我心里眼里只有刘东一家人 恨不能将侄女刘娇 捧在手心里宠得爱着 却从未对自己的儿女 有过半点关心 所以他们不信任我 是我最有应得 次日一早 俩孩子上学之后 我立马去了御景花园 御景花园是个新楼盘 因为位置有点偏 所以开盘价格极低 但我知道 明年一开春 那边路一休 附近的设施一完善 后年又搬来一所学校 御景花园立马成了学区房 房价就像做了火箭 一路往上标 当年刘东就是买了御景花园的房子 还是我替他付的首付 我怀穿20万 直接去了售楼处 定下二楼一套带大阳台的房子 房子南北通透 三十两厅 足够我一家四口住 我乐颠颠的刚从寿楼处出来 隐面遇上迹象 他看着我 眼睛盯着我 手里拿着的购房合同 一脸绝望疲惫 你果然在这里 他声音颤抖 像是极力克制着怒火 你真的想逼死我才甘心吗 他吼道 那是我的血汗钱 你凭什么给刘东买房子 凭什么 我赶紧走过去 开口想解释 迹象 你听我说 我求你了刘静 把咱的钱要回来吧 你把钱都给了他们 咱们要怎么活 迹象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一米八的大男人 眼眶通红 飞飞到了极点 咱还有两个孩子 咱那两个孩子怎么办 你忍心看着他们 跟着咱受苦一辈子 迹象 你看看 我将购房合同递给他 你看看 看看上面的名字 迹象没看 他嘴里不停地重复着 你把钱要回来 要回来呀 迹象 我大叫一声 一把将手里的购房合同 拍在他脸上 你仔细看看 上面是谁的名字 迹象对我猴得一愣 他松开我 拿过购房合同 仔细地看了一眼 一秒 两秒 三秒 他缓缓抬头看向我 满眼的不敢置信 怎么会是我的名字 半个小时后 家里 迹象坐在沙发上 手里一直拿着那份购房合同 看了又看 还是一脸不敢相信 你怎么写我的名字 我将刚煮好的鸡汤面 放在他面前 伸手拿过他手里的合同 先吃饭 迹象也饿了 拿起筷子吃了起来 我坐在他身边 看着手里的购房合同 轻声道 那二十万都是你挣的 我之前挣的 全都贴给了刘东 房子写你的名字 再合适不过 迹象吃面地动作一顿 他看着我 像是不认识我一样 沉默了半场 才憋出一句 你是认真的吗 名字都写上了 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 不是迹象面也不吃了 他紧紧盯着我 你生事有哪里不舒服 他用手指了指我的脑子 要不咱们去医院迹象 我气得大叫 你脑子才有病呢 我平常就在学校附近的 小吃一条街 摆摊摆考场 今天也不例外 放学的点 小吃街挤满了学生 我的考长摊特别受欢迎 对于下晚自习的孩子们来说 又好吃又实惠 这回学生正多 我一边考一边向路边张望 纪阳和纪苗今年初三 也是这个点下晚自习 他俩估计也饿了 我给两人买了炒盒粉和老鸭汤 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我正忙着找钱 一道声音传来 姐妹们不用客气 这我家的摊子 想吃考长尽管哪 谁口气这么大 我一抬眼 就看到了我的好侄女刘娇 她看我一眼 塞在她手里 对方刚接过 一旁有雨声嚷了起来 喂刘娇 你只给李男不给我们吗 大家还是不是好朋友了 我看下那个嚷嚷的女生 当看清她长相的那一刻 脑子嗡的一下 整个人愣在原地 王莉莉上辈子领辱霸凌纪苗 导致她抑郁退学的罪魁祸首 我万万没想到 纪苗竟然和王莉莉认识 而且看起来关系很熟 突然 我想到一个可能性 整个人如同三九寒天 置身冰天雪地之中 浑身发寒 王莉莉又出了声 哎刘娇 我们仨也饿了 你让你家保姆跑个腿 替我们也买份河粉呗 刘娇看了我一眼 那你再去买三份 他们都饿了 今天我请客 我看着她 冷声开了口 河粉放下 刘娇像是没听明白 你说什么 我上前一步 一把抢过她手里的河粉 又看向另外那个李男 对方很自觉地 将河粉还给了我 我将河粉重新放回桌子上 此时刘娇才回过审来 她看着我就像不认识我一样 你怎么回事 这河粉不就是给我买的吗 我冷笑一声 你哪来的脸 这是我给季苗和季养买的 你想吃就自够买去 你疯了吧 刘娇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我可是刘娇 你是刘娇 我是刘静 我是你大姑 你却在外面说我是你家保姆 我一脸嫌恶 刘娇 你是真没良心 此话一出 周围顿时传来一名声 不会吧 她怎么能这样 明明是大姑 为什么要说是保姆 这你就不懂了吧 刘娇还跟我说过 她家住大秘书呢 她跟我说 她家可有钱了 真能吹 刘娇脸上挂不住 她恶狠狠地盯着我 你对我等着 回家我就告诉奶奶去 她转身要离开 却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季苗和季养 我也看到了他们 便朝两人招了招手 苗苗 杨杨 这里 但两人没动 只一脸冷漠地看着我 我拿起买好的炒盒粉和老牙汤走过去 一人手里塞一份 刚摆的 还热乎着呢 回家趁热吃 吃完早点睡 脏衣服留在那里 等我明天再洗 两人看着手里的夜宵 对视一眼 两人身边也站着同学 其中一个问季苗 苗苗 这是你妈妈吗 季苗看了我一眼 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那同学忙跟我打招呼 你好阿姨 我是苗苗同桌 我叫文静 你好你好 我开心不已 饿了吧 阿姨给你拿烤肠 等着呀 我转身走过去 拿了一把烤肠过来 挨个分给季养和季苗身边的同学 都饿了吧 吃吧 别客气 同学们都纷纷对我表示感谢 我站在原地 看着他们离开 突然 我听见文静对季苗说 苗苗 你妈长得真好看 原来你这么好看是 随了你妈妈呀 然后我看见季苗 轻轻点了点头 我开心得要疯了 只是一回头 就对上刘娇探究的眼神 我没搭理他 静止回到探位前忙起来 王莉莉叫住正要走的刘娇 你别走啊 这不你大功吗 你跟他说一声 我们也想吃烤肠 刘娇回头看他一眼 旁边有同学起哄 刘娇 今天可是赶紧请客 刘娇拉不下来面子 他看了我一眼 走到我跟前低声道 我不管你今天抽什么疯 我同学都在呢 你必须给我面子 我抬头看他 你算老几 你刘娇你疯了是不是 你信不信 滚 刘娇彻底没了面子 在同学的嘲笑声中落荒而逃 我抬头看向那个笑得最欢的王莉莉 你和刘娇很熟 我和他同桌 你说我们熟不熟 原来是同桌 原来竟是同桌 上一世 我原以为王莉莉只是单纯看不惯女儿寄苗 所以才霸凌她 现在看来 这是可能和刘娇有关 一想到很有可能是刘娇只是王莉莉欺负寄苗 我便恨一滔天 恨我自己 更恨刘娇 周围同学都走光了 只剩下王莉莉 我拿起一根烤肠 递给王莉莉 笑着开口 我听刘娇提起过你 王莉莉接过烤肠 咬一口 他说我什么 他说你喜欢一个男生 但对方不喜欢你 喜欢的人是他 他说你丑人多做怪 烂蛤蟆想吃天鹅肉 连给对方提鞋都不配 王莉莉气得脸都变形了 贱人 他背着书包 就朝刘娇追了上去 我站在那里 看着他跑开的身影 脸上表情冷的下来 急什么 好戏才刚刚开始 自日一早 我妈带着刘东和他媳妇 将我堵在家门口 刘东一见我 二话不说 举起拳头就要打我 刚下夜班的迹象 一把抓住他的手 将他推到一旁 挡在我的面前 你动他一个试试 一米八的迹象 在部队当过几年兵 虽然退了下来 缺乏锻炼 但体格还是比一米七的刘东 要健壮许多 刘东被他一推 量枪好几步 差点摔倒 见亲儿子被迹象推了 我妈爆跳如雷 跳起来就要抓闹他 我突然大喝一声 再闹我就报警 我妈害怕了 将手收了回去 但嘴巴不停地骂我 刘静 你是怎么当焦焦大夫的 昨天为什么没给他买夜宵 我一听 眼眶一红 做事要落泪 一直以来 我带焦焦 比自己的亲生儿女还要好 我挣了钱 给他买衣服买鞋 买好吃的 可他是怎么对我的 我伤心极了 他在学校跟他同学说 我是他家保姆 刚才还理智气壮的 我妈和刘东夫妇 脸上表情顿时变得不自然起来 我车热的打铁 不仅如此 当着他同学的面 他连一声大咕都不叫 直呼我名字 我盯着刘东和彭家 这就是我腾了十几年的亲侄女 我掏心掏肺地对他好 我伤心至极 哭都说不下去 既想将我抱在怀里 梦梦看着门外三人 你一家子太过分了 刘东和彭家都不说话了 我妈却不以为意 他还是孩子 你和他计较这个做什么 刘静 不是我说你 你也太小气了 我猛抬头 盯着我妈手腕上的金镯子 我小气 那你把我给你买的金镯子还我 我说了做事就要去抢 我妈吓得连笼带跳的 躲到刘东身后 刘东护着他 一旁彭家拦住了我 姐 你消消气 这是的确是我家娇娇不对 等我回头定好好说说他 我看了眼前的彭家 突然想起一件好玩的事来 刘东和彭家生了一二一女 刘娇是老大 老二刘浩浩今年才三岁 被一家人彭在手心 当成宝贝 特别是我妈 走到哪 将自己的大孙子带到哪 逢人就显摆 说他大孙子多聪明多可爱 就跟别人家没孙子 就他家有事的 可他不知道的是 刘浩浩根本不是他亲孙子 而是彭家和他老情人的种 后来事情带露 刘东和彭家离婚 彭家转头嫁给的那人 还分走了刘家一部分家产 气得我妈在医院 躺了整整一个月 但现在一切都还藏着噎着 除了重生回来了 我和彭家之外 没人知道 就连彭家的老情人 他都给瞒得紧紧的 我突然就笑了 彭家的老情人 可一直想玩字 见我盯着他莫名其妙的笑 彭家一脸莫名 你笑什么 我笑 我看向刘东 有人真傻 我妈又跳了出来 她指着我的鼻子 你别给我神神叨叨的 娇娇这事 咱就算翻篇了 今天我们来 是为了另外一件事 我一听 做事要关门 刘东一把撑住门板 你拿二十万给我 我们今天要去看房子 什么二十万 我根本没有二十万 你瞎说什么 刘东皱着眉头 上次你那存折明明就有二十万 你说好要给我买房子 哦你说那个呀 我双手一摊 我已经花了 花了 我妈大叫一声 整个人跳到我面前 双目圆瞪 你骗鬼呢 那可是二十万 你买什么了 我看了一眼迹想 迹想回他 我们买房了 我妈无语 刘东无语 彭家无语 后来我们还是报了警 因为我妈疯了 刘东更是跳起来要打我 彭家哭了 就像那二十万 是他自己挣的一样 被民警带走的时候 我妈还在撒泼 刘静 你这个吃里排外的东西 你这个白眼狼 我要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我一听 盲篮下民警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协议书和印尼 一把抓住我妈的手 在上面摁下了手印 我举着断亲书 看向围观的邻居和一旁的民警 大家伙作见证 这是我妈亲口说的 要和我断绝母女关系 上次被我妈推倒的那个大姨 率先鼓掌 这是好事 你妈不是什么好玩意 早断早利索 一旁也有不明白的 逮着大姨问 这是咋了 还能咋 这一家子人逮着闺女使劲薄 上次还让出二十万 给弟弟买房子 不买房子就打人 我就没见过这种亲妈 哎呦 这都什么年代了 怎能还这样重男轻女 可不是吗 一家子什么都不干 光指着嫁出去闺女养 爱造孽 我妈听了 一口唾沫吐过来 我撕烂你的鼻嘴 老是点 民警摁住他 上了警车 看着离去的警车 我松了口气 终于和我那个吸血的妈 断绝了关系 真好 大概是被带进警局 好好教育了一番 我妈和刘东 老实了好一段时间 而我这边 开始忙着装修房子 我们一家四口 窝居在三十平的出租屋里 实在太急 况且两个孩子也大了 该有自己的小空间和隐私 手头没多少钱 装修的钱 是东拼西凑街的五万 材料都是我亲自跑市场买来的 除了装修请了工人 就连地板 都是我和季祥亲自动的手 好在一切顺利 孩子放暑假的时候 房子也装修好了 放假的某一天 我领着两孩子去了新房子 当我拿出钥匙 打开房门的那一刻 两个孩子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我领着他们进了屋 然后指着其中的两个卧室 左边是哥哥的 右边是妹妹的 两人对视一眼 随后各自跑进自己的卧室 我跟过去 站在季苗的房门口 我通过看过她的日记 她一直渴望 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公主房 我装修的第一个房间 就是她的卧室 全公主风 粉粉嫩嫩的颜色 看得她满心欢喜 那天晚上 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时 季苗破天荒地 主动给我夹了菜 我看着她 她不好意思看我 只轻轻地说了一句 你自己辛苦了 多吃点 我瞬间泪如雨下 刘娇不知道从哪听说 新房子装修好了 她特意跑来找我 我同学要来家里玩 你把新房的钥匙给我 我一脸莫名地看着她 你同学去你家玩 你问我要钥匙 刘娇皱着眉头 一脸不耐烦 你还是不是我大哭了 就借你房子晚几天 就不愿意了 怪不得我奶奶 说你太自私 我直接就呵呵呵了 钥匙没有 别耽误我做生意 刘娇不甘心地看着我 我知道这是肯定没完 果然没过两天 我新家的钥匙就丢了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 也被吓住了 我和季祥赶到新家时 物业已经敲开了我家大门 我看着原本干净整洁的新家 被弄得乌烟瘴气一团糟 气得眼前一黑 差点没晕过去 我一个剑步冲到刘娇面前 抬手狠狠给了她一把掌 小小年纪就敢偷东西 你简直反天了 站在她身边的一个高个男生 一把护住了刘娇 她挡在她面前 理直气壮地质问我 你哪来的 这是刘娇的家 她抬手指着我们和物业管理人员 大坡来了 这不是刘娇她大姑吗 我之前见过 在小吃街摆地摊卖烤肠 你看看那身衣服 一看就是地摊货 刘娇住这么好的房子 怎么有这么穷的亲戚 他们声音不小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 其中一个物业大姐开了口 这房子就是这个刘女士的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什么搞错了 这房子是人家刘娇的 什么刘女士 你们是怎么当物业的 连户主是谁都搞不清楚 我笑了 看着将自己 坐在高个男生背后的刘娇 那要不就报警吧 让警察来判断 谁才是真正的房主 我说着 做事就要掏手机 原本躲在人背后的刘娇 突然冲上来 她一把握住我的手 一脸惨白 大姑 大姑你别报警 我将刘娇推到她的同学面前 那你来告诉他们 这房子是谁的 刘娇垂着头一脸惨白 一声不敢吭 那些孩子 个个都是小人精 你看刘娇的样子 还有谁不明白的 每个人看向刘娇的眼神 都充满了不屑和鄙夷 不会吧 刘娇 连别人的房子都要偷来用 你家没房子吗 刘娇 我们把你当朋友 你把我们当猴耍呢 原本一直护着刘娇的那个高个男生 看着他突然吃笑一声 草 玩弄我 侦探娘都恶心 说完就要走 却被刘娇一把拉住了胳膊 高强 你说过要跟我好的高强 一脸比一的看着他 一个连房子都没有的裙逼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好 刘娇急了 你放心 这房子迟早都是我的 高强突然还不看向我 叮耳铛 大婶 他说是真的 刘娇哀求的看着我 我突然笑了 我家的房子凭什么给他 他算哪根葱呀 见对方变了脸色 我又添了一句 人傻就多读点书 别人家说句什么就信什么 没事多吃点猪脑不骨 你再不滚 我就挨个给你们家长打电话 你们私闯民宅破坏我家的东西 赔偿问题后续咱们再谈 一群人灰溜溜的走了 刘娇走到我面前 他一脸阴狠的盯着我 刘静 你迟早要遭到报应 报应 我他妈的这上辈子就遭到了 这辈子 我只想看到他们遭报应 为了改变日后季扬考不上高中的命运 暑假里 我让季苗在家给他割股席 自从看了新房子之后 俩孩子对我态度好了很多 俩孩子一直都很听话 不需要我和季想操心什么 一整个暑假 俩人拼命的学习 开学初四 开学考 季苗依旧未居年纪第一 而原本吊车尾的季扬 竟考了班里第二十名 而一向成绩还不错的刘娇 听说成了班里倒数 我开心极了 放学后 我领着俩孩子去吃牛排 俩孩子从小到大很少出来出来 第一次吃牛排很开心 我给他俩拍了照片 正要发朋友圈 突然眼角视线 批到一个窗外经过的两人 往莉莉和高墙 我眼睁睁地看着两人手挽着手 进了席对面的宾馆 整个人目瞪口呆 现在的孩子都这么 我忙将手机对准两人的身影 抓拍了一张 随手保存 房子晾了大半年 通风的差不多 我们就搬了进去 可谁知 前脚我们刚住进来 后脚我妈就带着 他的好大孙刘浩浩找了过来 我将他们堵在门口 你们来做什么 我妈也不说话 牵着刘浩浩就往里冲 我一把将其拦住 推到门外 你再这样 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妈突然红了眼眶 她一贯强势 突然在我面前掉泪 我还真不大习惯 就在我愣神之际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 声泪俱下 静静 咱不闹了好吗 是妈错了 妈不该让你掏钱 给你弟弟买房子 你原谅妈这次行不 她突然之间的转变 让我直觉有问题 我开口 你到底有什么事 我妈的表情 突然不自在起来 你能不能和季祥商量一下 让我在你这边住几天 不行 我想都没想直接拒绝 这房子没多余房间 怎么没有 不等我把话说完 我妈就打断我的话 你和季祥一个屋 季苗一个屋也行 把季阳的屋 给我和好好住 让季阳睡沙发 我笑了 那恐怕不行 杨阳睡不惯沙发 我是她外婆 她睡几天沙发怎么了 她眼里到底 还有没有我这个长辈 季阳突然从她屋走出来 她冷眼看了我妈一眼 随后看向我 妈 我在复习呢 下周一要考试 我一听 直接叫门关上 隔绝了我妈在外面的叫嚷 我完全没想到 我妈不仅没走 反而在我家门口 打起了地铺 刚好季祥下夜班回来 看到她这样 害怕邻居不满 就让她进来了 我自然不会让她 住季阳的房间 她不是喜欢打地铺吗 那就睡地铺好了 我知道她来肯定要作妖 便偷偷地买了监控 装在客厅和我的卧室 果然 周一这天 俩孩子去上学了 我出摊 季祥在外面干活 从监控里 我看见我妈鬼鬼祟祟地 进了我的卧室 在出来时 手里拿着我的首饰盒 还有抽屉里 仅剩的几千块钱 首饰还是结婚时 季祥给我值班的三斤 临走前 刘浩浩还顺走 抱走了季苗新买的平板电脑 我将监控录像拷备保存好 去了一趟派出所 我妈很快就被抓了 偷走的东西 也如数还了回来 刘东和彭家找上门来 叫嚣着要打我 彭家就像个托腹一样 因为他儿子 偷走了季苗的平板 被警察教育了好久 他脸上无光 觉得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他蹦上来 就要抓到我 我一脚将他踹开 然后看向陆秀子 要揍我的刘东 你不是一直说 刘浩浩长得不像你吗 刘东动作一顿 你什么意思 我看向突然脸色惨白的彭家 冷笑一声 长得不像 肯定是有原因的 万一不是亲生的呢 彭家慌了 但还嘴硬 刘静 你放什么臭屁 浩浩不是刘东的儿子 还能是谁的 上周末 有一宾馆 我的话说一半留一半 给人无限遐想空间 刘东脸色瞬间就变了 他一把薅住彭家的头发 举起拳头就揍 臭婊子 你他妈的敢背着我偷男人 彭家被揍得大叫 我没有 刘东 我没有 可此刻的刘东 哪里听得下去 他拖拽着彭家 要去做亲子鉴定 我妈被关了一个月 就放了出来 但刚出来就疯了 刘东在得知 刘浩浩不是亲生的那一刻 失手打死了彭家 被捕入狱 面临的是死刑 他一直捧在手心 引以为傲的大孙子 竟是别人的野种 刘娇在学校被同学霸凌 听说被关了大份 每两天精神失常 学校联系到我 我将他和我妈 一起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而与此同时 天忆中学出了大事 天忆中学 就是季苗和季阳读的中学 一女生在中考体检中 被查出已有六个月身孕 这女生不是别人 正是王莉莉 此时很快就上了新闻 当地教育局压也压不下去 王莉莉的父母 也不是擅长 闹到学校 非要学校给个说法 而学校则认为 是父母没教育好 并不想负责任 两边互相踢皮球 事情愈演愈烈 终于在中考前三天 王莉莉从学校最高教学楼 一跳而下 当场逆失两命 我们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季苗在中考中成绩突出 被事理最好的一中招了进去 不仅免了所有费用 还给了一笔奖学金 季阳进了二中 虽然二中比不得一中 但也很不错 我让季祥停了出租车的活 借了点钱 我俩开了个小厂子做口罩 因为我知道 再过两年 疫情突然来袭 口罩成了最赚钱的行业 三年很快过去 疫情期间 果然如我所料 我和季祥赚得盆满钵满 高考时 季苗考上了国内最好的大学 季阳也考上了某警官学院 前途一片大好 突然有一天 精神病院左打来电话 说刘娇要见我 我去了 隔着秘密实实的栅栏 刘娇满眼憎恨的看着我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刘靖 你也重生了对不对 我洋装不懂 你在说什么胡话 我听不懂 你别给我装傻 我知道你重生了 不然我怎么会在这里 他恶狠狠的瞪着我 你毁了我全家 毁了我的人 季苗的一切 本来就该是我的 他的人生本该是我的 你给我还回来 你还回来 他朝我大声嘶吼着 像极了吃人的恶鬼 医生和副士冲进来 一把将他摁住 往他身上打震惊剂 刘娇依旧恶狠狠的瞪着我 我退到一个无人的角落 朝他无声的笑了